这篇他意思写作是来描述一下市场的一个景象 主题句是说明这个情境 在公共场所像车站啊车站地方都可以看到人生的各种样态 那么现在我们就举市场为例 下面这个发展 第一个盖童还有顾客买东西杀价 这个都是在市场会看到的人生的一个情景 最后作者提出一个结论 在那里可以体会出人生的意义究竟在哪里 好我们现在就从主题句开始来 第一个在什么地方 我们英文是片语 后面是句子 好在什么地方 英文的写法就是 in such places 因为such后面是要配二次 such二次是像什么什么样的地方 然后后面就把名词写出来吧 车站station 市场market等等 后面就是and so on 够点 好 一开始要用in哦 就是在下面的这些等等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we can see 看到 看到什么东西 人生的百态 这个百态不是真的讲一百个样态不是 而是很多的意识 而是很多的意识 好这个态呢 就是指方面 人生很多的方面的一个情境 所以我们可以写 we can see many aspects of life 这就是我们讲人生百态 我们英文用翻人生的很多的一个情境 很多的方面 第一个 看第二个 举什么为例了 举什么为例 我们要用的写法是用take 这个市场啊 应该是讲传统的市场 那一般像那个大卖场那边 这个情境是比较不可能出现的 所以我们不妨加一个形容词 traditional take traditional markets for example 我们就以传统市场来举个例子吧 这是原型动词 所以后面写完 我们就句子就结束了 另外成一个句子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东西 因为前面讲说我们可以看到嘛 所以后面呢 这个我也看到不要再写了 就直接写说 有些概同 伤 概同就是这个child bagger bagger是乞丐 child就是儿童乞丐 我们就翻成概同 好 动词出现了 站在路旁 站在路旁 名文的写法就是 stand by 的 low side 站在路旁 站在路旁干嘛 后面就 紧接他接出来的动作 我们可以用分词结构 我们可以用分词结构 因为主词相同 就是讲这个概同 站在路旁也是概同 伸手向路人要钱也是概同 好 所以我们可以用分词结构 那么伸手要钱 不要把那个伸手翻出来 就直接就是要求某人钱 英文要求某人给钱 我们的写法是用 bagger 人 然后呢 for money for钱 因为是分词结构 所以我们要改ing begin 人 这个路人 路人就是从 旁边那个 走过的人 英文讲 从旁走过的人 我们是用 paces by paces by 原本他的动词就是 paces by paces by就旁边走过 paces就是 从旁走过的人 像这个 路人 祈求什么 for 钱 这个钱 你要写money也可以 不过最好还是写coin 因为概同要求的可能就是 铜板之类的 所以我们写coin 会比较好 当然你也可以写money 这个都是正确的 接着我们介绍市场内的一个情境 刚刚概同是在市场的外边 那么我们利用了一个很棒的一个分词结构 begin 人 for 钱 因为主词相同都是指 child beggars 那市场内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顾客在忙着挑选什么 有些则怎样 所以这个有些有些都是一样讲顾客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some some 或者是some others 都可以了 现在我们把这个内容给它完成吧 some customers 忙着 我们可以用are busy busy后面有一个介绍词印省略掉 所以呢 后面要接动名词 选择choosing他们喜爱的食物 their favorite foods 那有些 看我们要不要加连接词 如果要加连接词 我们就会这样子 and some 或者是and others 这两个答案都可以 我们先写这个答案好了 跟老板在杀价 我们用进行是are bargain and bargaining with the boss 跟老板在杀价 这是有些有些 我们这里添加一个连接词and 不要and 我们就可以用这样子的写法 我们可以用分号 分号之后呢 后面用some others or barganer 再杀价 用这个写法也是不错 但是记住要分号 这个分号就可以取代and 的连接词的作用 最后 作者做一个结论了 市场可说是 我们 还是一样 把这个传统市场给它写下来 traditional market can be said 可以被说成是什么东西 can be said 这是第一个答案 那第二个可以用怎样 can be regarded as 但是我们要小心 这个sade不加s regarded要加s 所以这两个容易混淆 第一个can be said 接这个 第二个是can be regarded as 再来接这个 人生的说影 先写说影 说影就是 这个很微小的 一个面形的一个人生 a miniature of life 然后豆典 后面再补充说明了 在那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用 关系 副词 在那里 英文可以用 whale 也可以用 in which in which 就是in the traditional market 这样子就了解了 好 后面加主词出来 在那里 we can realize 我们可以了解 体会出 体会出什么 体会出人生的意义 何在 何为人生 就是人生的意义 在哪里 我们英文就是用 what life means ok 这个 就是作者 针对 所看到的一个情境 那么 做最后一个 感想 是人生的说影 你看 有些老板 杀价 那这个 可能就是 比较爱 贪便宜的 那有些忙着 挑自己喜欢的 快点抢啊 免得被别人抢走了 这是自私自利型的 这个呢 盖童呢 这是生活困苦型的 作者看到这些 有感而发 什么叫人生啊 就是这样子而已啦 好了 这就是有关于 这个市场预警的 翻译式写作 老师就分析到这个地方